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今天的凌晨時份 樂庫發生了一宗721的翻版事件 有四名樂庫街坊 看到有一群藍絲手持著工具 想拆毀連儂牆 於是他們上前阻止 誰不知遭到這群藍絲襲擊 當時有警察站在那裡 但他完全不作為 任由施襲者施施然離開 究竟整件事的經過是怎樣 事源於今天凌晨12時半左右 在樂庫蓮龍牆有約20名男女 手持著鐵鎚、伸縮鐵棍和刀等武器 意圖清拆蓮龍牆的文宣 期間有四名街坊經過 上前阻止 然後雙方開始發生爭執了 清拆蓮龍牆的藍絲 後來再吹雞 找多了十幾個同黨過去 到齊人之後就襲擊街坊 其中一名街坊被人打得牙齒 另一名街坊因為被那群藍絲瘋狂打頭 導致眼部受傷 打到差不多的時候 其中一名藍絲大喊 說今天就下苦 明天就輪到黃大仙和觀塘 未來也會在全港各區清拆蓮龍牆 後來大部分藍絲 施施然地離開了 當時雖然有警察動棋在樹 目擊事發的經過 但並沒有上前阻止 也沒有拘捕任何人 甚至乎被指控有份護送部分藍絲離開 後來最後有警察到場 帶走了十個人 當中包括有三名遇襲受傷的街坊 而另外有兩名在現場徘徊的藍絲 被大量街坊挺身而出指證他們有份打人 但警察無動於衷 完全沒有意思要把他們帶走 引起了在場街坊的不滿 那些警察宣稱在現場完成搜證工作以後 被街坊發現 留下了大量帶有血跡的物件 沒有被警察帶走 包括一把疑似的空氣 這件事根本離譜了 首先要說 你那些警察站在那裡 為何當時你不立即阻止這件事發生呢 那時候你是有槍的 你大了 你那支槍怎麼會只對著學生開 只對著青年開 你看到有二十個人 趨雞再找多十幾人過來 對著四個人根本就是寡不敵眾了 你還不上前阻止 任由市民去被人打 這些是怎樣隨暴安良 怎樣忠誠勇毅 你在搞什麼 警務處就很應該出來向全體市民交代清楚 為什麼有一名警員會被市民指控他 是不作為的 他站在那裡做什麼 事發經過他又不上前阻止 好了 到這群藍絲 動手了 送人了 又沒有上前拘捕 他請問站在那裡有什麼作用 這些事情到底在做什麼 你是不是要向市民說清楚 還有一件事 你後來有一群警察回來拘捕人的時候 怎麼會拘捕那些遇襲受傷的街坊 你有沒有拘捕錯人 是不是濫捕 本身又說要控告這群人在公眾地方打鬥 但是完全不是那回事 四十個抽四個 怎麼會在公眾地方打鬥 那四個擺明就是在公眾地方被人打 打什麼鬥 怎麼打鬥 怎麼打怎麼鬥 請問 根本上就是違答 好了 後來在今早上 根據黃大仙區議員劉家文所說 這幾名遇襲受傷的街坊 就會改避控告非法集結 那是什麼意思呢 總之你怎樣都不對 隨便握一條東西給你 你硬吃了它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不知所為 真是 要解釋清楚 到底你們這群人在做什麼 剛剛才 人家又有片又有圖 放上網 你都百慈莫便 快點出來解釋 告訴你 劉家文區議員去過伊利沙伯醫院探訪受傷的街坊 根據他所說 其中一名街坊眼部有傷痕 滿佈了血絲 頭部曾經受到寵物襲擊 洗傷口的時候更加是一度失去知覺 另一名的女街坊被那群人打到牙都掉了 你說這些真是多麼痛 警察會不會去調查 真的浪費了 叫你去調查 這群人受傷的那群人都被你控告 這是什麼法律 這是什麼法治 是不是傻的 怎麼非法集結 那那四十幾個男司呢 你拘捕了幾個請問 不知所謂 不過拘捕了也沒用 拘捕回去 找個藍官仔去審 不就一樣評價這群人 情操高尚 香港的法治是浪費了 好了 我建議如果街坊看到這種情況寡不敵眾 尤其是那群藍絲手上哪是手持著工具 我就覺得應該要暫時忍耐 不是縱容他們去拆毀連儂牆 而是始終你連儂牆就是死物 你的人就是生的 更何況那群警察擺明就是偏幫的藍絲 這不用說了 肯定就是選擇性執法 這個情況下 如果走上前和這群人發生衝突的話 自己又要捱打 被這群藍絲打完一身以後 還要捱高 那個階段就漫長了 又精神壓力 精神折磨 什麼都齊 分分鐘又要上庭 所以完全是不值得的 那些連儂牆 他拆了 又再重建 又再連回 找一部機印 最重要是保持著自身的安全 第一 這是最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謹記才好 他要拆就有鬼拆 黃絲始終是佔多 分分鐘當晚拆完 第二早早 第二天的下午 就已經連回滿了 不是說這個連儂牆不要緊 或者是要任由 縱容這群藍絲去做 而是在目前這個困境下 大家唯有要用一些 最厲害的辦法 最好的辦法 保障得到自身的辦法 來做 無謂跟這群人去硬拼 除非人多過他 不過這群聚餐的藍絲 都非一般藍絲 肯定不是自發行為 對嗎 肯定背後有人指點他們去做 如果他看到黃絲人數多過他 老遠未走過來 馬上已經尿受散了 怎會站在那裡跟他們衝突 所以大家要記緊 要保障自己安全 好 接著講講另一件事 就是關於這個 什麼同心抗疫口罩 今天蘋果就是踢爆了他們 原來裏頭 又說裸掌又說 這些東西是留的 這些東西是 當時特區政府說 發佈這個可重用口罩的時候 特地放了一些獎項在旁邊 涉嫌誤導記者和市民 他把什麼獎項放在同心口罩旁邊呢 就是2018年日內瓦 國際發明展的金獎 好了 記者翻查 到底你拿這個金獎的時候 所提交的專利文件是說什麼呢 原來當時所涉及的專利技術 就是要在口罩當中加入一些薄的瓷片 製造出一個藥瓷牆 從而改變空氣當中的微粒運動軌跡 令到口罩纖維更容易阻隔微粒 當日獲發明金獎的可重用口罩 其實只有三層 而且只可以清洗10至20次 根據當時的產品描述 目的就是用來阻隔空氣污染 而銅心抗疫口罩被設計成為六層 並且利用銅的表面是不利細菌存活的特性 作為抗菌物料 即是說 銅藥瓷牆抗污染口罩完全是不同的產品 肯定不屬於當時獲金獎的設計 亦沒有應用相關的專利核心技術 但是創新及科技局就刻意不到市民 你又要出來解釋清楚 當時獲獎又說改善了設計 現在不是改善了設計 而是改變了設計 三層就變六層 人家原先洗10至20次 變成可以洗60次 人家原生是用來抗污染的 現在是用來抗武肺 九五答八 你出來解釋清楚給市民聽 你又說說這個口罩可以抗疫 是否抗得到 你有沒有任何科學驗證 拿一些報告出來給市民看 你不是想跟市民說 一個相關的測試都沒有做過 馬上拿去投產 又不招標 黑箱作業 說到鬼禁神秘 連物流都不能說 原材料在哪裡買又不能說 真是厲害 到底有沒有效的 這些東西 一邊告訴市民 這東西是拿金獎的 拿什麼金獎 根本上是人家調查專利文件 兩款完全不同的產品 你以為是口罩可以嗎 像大陸一樣 用空圍做口罩可以 這樣就叫口罩 不是那回事 就不是那回事 你不可以亂說 張官李戴 你還有 如果是沒有效的 你就要跟市民趁早說 讓他們用回自己的口罩 告訴你 不要獲取一個錯誤的安心 就以為 戴了你那隻政府派的口罩 就行了 信政府 實行 實情現在在藥房那裡 那些口罩都堆積如山 炒焦了 那些蟹貨 是不是 如果要買 根本上一天走進去就能買 但是我們香港市民之前 都已經花了很多錢買口罩 又要吃炒價 又要排長龍 這樣那樣 這個特區政府 真的對市民是有心的 截演好過 每人加馬派都兩千元一千元 誰要你這個 噁心的口罩 真是 講起火 這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